来几时能种三十二相 虽然说在三大阿僧七节之后修相好 那么这个三十二相什么时候才修圆满呢 以遂救福的看法 说最慢是百节 最快的话也要九十一节 才能够把三十二相能够修圆满 最快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释迦菩萨 如今中言 过去久远 有佛名为菩萨 那时候有两位菩萨 一个就是释迦菩萨 另一位就是弥勒菩萨 菩萨佛观释迦菩萨的心 是不是已经纯属了 结果一看 释迦菩萨心里还没有纯属 但是弟子们的心都已经纯属了 另外弥勒菩萨正好相反 弥勒菩萨自己的心已经纯属了 可是所度的弟子还没有纯属 适使福萨佛这样的思维 适使福萨佛这样的思维 一人之心亦可树化 众人之心难可极致 像释迦菩萨 要整个圆满的话 要自度度他要全部圆满 不过以释迦菩萨来说 弟子们都圆满了 只剩他自己 这个还比较容易 如果是弥勒菩萨的话 弟子们很多都还没有纯属 众人之心 你要很快的让所有的弟子们纯属 那没有那么简单 如是思维静 菩萨佛遇使释迦牟尼菩萨 赶紧成佛 上雪山上面 于宝窟中入火定 入三昧 当时释迦菩萨做外道先人 上山采药 见菩萨佛做宝窟中 入火定 放光明 这时候释迦菩萨非常欢喜 心静 翘一角力 插手向佛 一心而观 眼睛都不眨眼了 七天七夜 一记占佛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界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坐在楼下 请你们往左边看 我们的大殿 就有这个十句 我们做早晚课 有时候也会 或者说 在有些法会 也会唱颂战火记 对不对 我们唱颂了半天 有没有早点 中这个像好 没有 可能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没有翘一脚 第二个没有一心而观 再来眼睛也眨得太多了 再来我们只是短暂了几分钟而已 人家是七天七夜 七日七夜 地观世尊 就是很仔细的 由于这样的恭敬心 战火超越九节 人家是释迦菩萨 我们释迦如来 在菩萨的时候 由于这样的超越九节 比九十一节中 向好圆满 得 菩萨菩提 问曰 底下好几个问题 也蛮有意思的 释迦菩萨 他既然这么聪明 他应该可以 做很多很多的祭送 为什么七天七夜 只做这个祭送 不过还好 释迦菩萨只有做这个祭送 如果做了很多很多的话 我没有尝到什么时候 论主说 释迦菩萨贵起心思 不贵多元 重点在他的心很纯净 做太多的祭送 有时候心里不虔诚 没有什么用 做更与余计占佛 心容易散乱 所以七天七夜 就以这么一个祭送占佛 一个祭送就够了 我曰 释迦菩萨 何以心未纯熟 而地址纯熟 弥勒菩萨 至心纯熟 而地址未纯熟 打约 释迦菩萨 饶益众生心多 自为身少顾 释迦菩萨比较 多为众生 先利益他人 自己最后 再得解脱 弥勒菩萨 多为己身 相对来说 比起释迦菩萨来讲 少为众生 所以多为己身的话 当然就自心先纯熟 少为众生的话 地址未纯熟的就比较多 噢 4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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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